记得在小时候在老家学校读书的时候 上个世纪校 奶奶经常给我做这道菜带到学校吃 这道菜基本上就是我的主打菜 我的同学们都喜欢吃 直到到了上海 在这座大城市 我招这道菜给同事吃 没想到他们都喜欢吃 他们都以为我的手艺好 其实做这道菜不需要什么手艺的 准备好食材 离奶奶梅干菜 桃花姜辣牛肉 借好食材配料 锅里放少量油 烧热后放入姜蒜末 爆香 辣牛肉下锅 均匀翻炒二分钟即可 倒入梅干菜 一起翻炒 注意一定要轻轻翻炒 不要放盐 本身这道菜食材里面有盐 炒一分钟后可加少许水 这样炒出来会嫩很多 再接着炒二分钟后放入葱白葱绿 起锅 火锅